中国大陆从去年开始兴起了一股历史热 大陆的中央电视台 制播了一系列的历史性节目 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 像是邀请教授们来说书的百家讲坛 还有从长江的沿岸来探讨中国变迁的再说长江 以及回顾西方大国兴衰的大型历史剧 大国崛起等等都是代表 这些在过去可能都被是认为极度冷门的节目 如今在大陆地区却缔造了收视的奇迹 接下来这节报道我们就要带您看看 我们综合了这三档最受欢迎节目的片段 让您来看看这些节目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从2006年初开始 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台 先后推出了几个历史性的节目 叫好叫做掀起了阵阵历史热潮 首先几部大型历史纪录片推出续集 《新丝绸之路》重拍1980年的丝绸之路 以全新角度探讨思路的价值 再说长江 结许20年前的话说长江 诉说改革开放20年来 长江沿岸和中国社会的变迁 而看似呆板老套 靠着一个人在台上说书讲古的节目 百家讲坛 竟然也受到空前欢迎 还捧红了许多教授明星 在上一集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 就是曹操是可爱的尖雄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先来说尖雄再来看可爱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上品三国 让他的名气如日中天 大陆媒体说这位口若玄和的老师 给严肃的历史披上了时尚的外衣 打通从古到今的历史脉络 赋予传统文化亲和力和时代性 刘备像什么呢 像一家正在发展中的民营企业 有一点资金 有一点经验 也有一点点产品 但是找不到主打产品和营销路线 他缺一个CEO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 则在百家讲坛连讲七天论语一炮而红 有女版一中天国学昌女的称号 他将孔子塑造成邻家爷爷 新手拈来 气定神仙 大家别以为说孔夫子的论语 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 我们觉得它是高深的 它是一种高不可及的 这里面有多少的奥秘吗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真理 永远都是朴素的 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省起一样 同样以历史人文为主题 同样造成轰动 大陆这股历史热到底从何而来 学者说这是重构文革以后 断裂的传统文化 自从我们五四以来 自从我们打倒孔家殿 把所有的封建的东西 说成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以来 全都扫到垃圾堆里去了 那么断裂了 到现在进入我们这个新的时代了 大家认为 中国文化传统 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东西 要由我们来续写 而说书人本身的魅力 也是吸引观众的原因 他讲话很风趣 然后而且就是常常能用最简单的语言 而且就是特别通俗的 就而且像是比如说现在年轻人 特别能接受那种语言来讲 三国的故事 重新寻找中国精神的同时 大型经历片大国崛起 则将焦点转到西方强国的兴衰 500年前 航海家的冒险 拉开了全球竞争的大漠 500年来 9个世界性大国竞相登台 是什么将他们推上历史的潮头 是什么成就了他们的大活之路 没有安排在黄金时段 又是属于严肃的纪录片性质 大国崛起 说史 论史 照样火红 中国大陆定义自己 也不忘参考别人的经验 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 这么高速的增长 我们总觉得我们是大国了 那么大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大家都需要看一看 是吧 那么看别人就才看到自己 就像照镜子一样 是吧 由于央视属于国营电视台 制播这些节目让人怀疑 是否出自于中共高层的受益 不过民间的热烈反应 充分说明了此时的中国大陆 站在时代的分水岭上 是多么渴望寻求自我的地位与认同 随 行为百里超人核弹 噢订阅我们有人提并无能吗